10月22号至2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俄罗斯出席金庄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行程结束之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今秋10月 习近平主席飞赴福尔加河畔千年古城喀山 出席金庄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这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 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 也是金庄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元后首次峰会 在喀山停留不到48小时里 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十多场活动 多边双边结合联动 老友新鹏聚首畅谈 日程丰富紧凑 内容务实高效 访问圆满成功 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密集报道 普遍认为此访成果丰硕 亮点分成 谱写了金庄国家团结自强新篇章 开辟了全球南方发展繁荣新前景 中国再次发挥了作为金庄合作中坚力量 全球南方核心成员的重要作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大金庄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大团结 正在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历史影响 金庄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 牵动着世界格局演变和国际力量对比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最重要平台 习近平主席此访全程出席金庄领导人小大范围会议 结合金庄扩原后面临的新形势 深入阐述大金庄合作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 深刻指出金庄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彼此的共同追求 时代的风浪越大 我们越要勇力朝头 展现历史主动 要以坚韧不拔之志 敢为人先之勇 实变应变之谋 把金庄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主席把脉国际格局演变和全球发展大势 深刻阐述推动大金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 宣布中方支持金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八项务实举措 进一步拓展了大金庄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夯实了大金庄合作的四梁八柱 有力助推金庄合作提质升级 提升了金庄的含金量 增强了金庄国家自立自信自强的底气 面对30多个国家 希望加入金庄的强烈愿望 习近平主席强调 金庄国家要秉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 积极回应全球南方的呼声 欢迎更多国家以多种形式加入金庄事业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本次喀山峰会达成共识 决定邀请新一批国家成为金庄伙伴国 这是继去年约翰内斯堡峰会 欢迎五个新成员后 金庄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标志着金庄合作机制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金庄合作机制的代表性进一步扩大 感召力影响力生命力更加彰显 已经成长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性力量 自2013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历次金庄国家领导人会晤 开创性地提出包括金庄家合作模式 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 亲力亲为 推动金庄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 在金庄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留下了中国印记 此次30多个国家领导人齐聚喀山 出席金专家领导人对话会 围绕加强多边主义 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 深入沟通畅所欲言 习近平主席洞察世界大事 把握时代潮流 进一步高屋建林地指出 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 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 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 但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 金砖国家要展现集体意志 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 共同发展的中间力量 文明互建的促进力量 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方将牵头启动的各项合作举措 顺应了全球南方 求团结谋发展 促变革的共同心声 再次表明中方从来不开清谈管 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态 出席喀山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多位外国领导人 举行双边会晤 并广泛接触与会各方领导人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 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习近平主席再次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 续写中俄元首交往佳话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俄关系 认为中俄探索出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相处之道 双方要秉持永久木林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 互利合作共赢精神 树立新时代 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两国元首商定 以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 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为契机 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和国际公平正义 此次国际社会 普遍关注习近平主席 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 这也是双方五年来 首次正式会晤 习近平主席就中印关系 何去何从 提出重要主张 强调 中印应坚持正确战略认知 共谋相邻大国和睦相处 共同发展的光明正道 相互成就彼此的发展梦想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联合自强 做出表率 莫迪总理 莫迪总理积极呼应 并就改善两国关系 提出具体设想和建议 中印关系从喀山重启再出发 不仅将造福28亿中印两国人民 也将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 做出应有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 各方领导人在同习近平主席交流中 都表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毫不动摇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希望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密切全面战略合作 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益 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国领导人高度赞赏和感谢中方 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秉持的客观公正态度 表示中国是最真诚和最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期待中国发挥更重要国际作用 习近平主席同各方亲切友好互动 展现大党大国领袖的人格风范 中国的朋友圈进一步巩固扩大 风云变幻置不移 沧海横流破浪行 中国将团结金砖和全球南方伙伴 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在发展振兴的新征程上追逐梦想 在百年变局中担当作为 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中携手奋进